成功要靠附杆,花旗银行近月进行的2021年第三季市民置业,意向调查结果显示。 近十年首次置业的受访者当中,67%表示得到家人资助。 较十年前调查多出15个百分点,若只计算30岁以下首次人士。 比例更高达80%,远较十年前的56%为高。 反映随着楼价不断上升,入场门栏不断提高,90后上车要靠家人资助的比例明显增加。 上述调查中,家人资助金额亦由十年前平均的50万元, 飙升至现时的186万元,若只计算30岁以下首次人士。 家人资助金额由十年前平均的46万元, 级帐约4.5倍至现时的254万元。 置业兴趣最高的年龄层为21-24岁的年轻一族, 而首至平均年龄为31岁。 受访者认为,适合他们居住需要的物业楼价平均为580万元。 较十年前受访者认为所需楼价270万元多出1.15倍。 该行零售银行业务主管李贵庄指, 升幅符合十年来的楼价。 为港人收入普遍追不上升幅, 建议有二置业的年轻人尽早开始审视资产配置。 为财富增值, 花旗委托香港大学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形式进行调查。 发现今年第三季, 有38%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楼价上升, 较第二季数字回落, 但仍高于去年同期, 就今年全年而言, 平均有42%受访者对楼价看升, 多于去年全年平均的23%, 令反映市民对楼市态度的指标, 包括认为现在是置业好时机及有置业意欲的人数亦回落。 李氏认为, 结果反映港人对楼市持观望态度。 李贵庄指, 较早前置业人士可能抱着对疫情舒缓及经济复甦展望, 以提早入市, 造成第二季受访者对楼市展望特别正面。 然而,市民的购买力已提早被消耗。 加上近期股市气氛, 美国联储局开始缩减买债等影响, 或在短期影响置业意向。 哈尿楼价已在8月时见顶, 未来数月一手及二手的月均成交量亦将回落至约5000宗。 对于美国联储局早前宣布每月减少买债。 李氏称, 按现时速度, 预期当局最快明年6至7月完成缩减买债。 为当地通胀情况或令局方在明年初加速减少放水。 哈预期, 联储局最快明年6月加息, 全年或加息三次。 每次约0.25厘, 而美国利率开始正常化后。 本港按揭息口或跟随上仗。 哈提醒按揭买家, 虽按自己经济情况, 做好风险管理。 合作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